近日,香港名媛蔡天凤被前夫一家谋害引起网友热议,她这样年轻漂亮的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遭遇如此毒手,让网友感觉很愤慨。 她没有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但前夫一家为了争夺房子,做出了有为人伦的事情。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蔡天凤有过两段婚姻,要她性命的正是前任老公一家。 最近看到很多网友评论说,蔡天凤离婚后不该和前任一家再来往密切,其实你看她自己妈妈也是和前任一家人经常聚餐来往,就明白结局不是她一个人可以改变的。 蔡天凤是近几年香港崛起的新名媛,也是巴黎时装周的宠,如今一夜之间香消玉允,令人惋惜。 并且凶手是集体作案,性质恶劣,手段残忍令人唾弃,然而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她的母亲大人和前夫留下不少聚餐合影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和女婿合影,过于亲密。 其实看过蔡天凤妈妈视频的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和蔼可亲,大大咧咧的人,没有什么城府,也看不出有文化。 据了解她的人说,蔡母性格善良,乐于交际,平时待人也很好。 所以蔡天凤性格大概也随了她的妈妈。 蔡天凤生前,蔡母经常发一些图片文字,晒自己女儿孝顺,和她幸福晚年生活。 不知道蔡母是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人缘好,她网上平台上也有自己和两个女婿的合影照片, 说实话蔡母真不该晒她和两个女婿的照片,虽然曾经是一家人,但现在不是了, 人与人之间交往还是应该有点界限感才好。 在很多合照中,看得出来,蔡母很时尚,穿搭流航风,衣服还是身体,也难怪。 有个名媛一样的女儿,自然作为老妈不能落后。 可能蔡母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把女婿当成自己儿子了。 如果真是亲生儿子这么拍照,也会引起别人评价的,还是注意一点好。 2023年3月1日,蔡天凤的母亲和现任丈夫赶赴恶劣事件现场祭拜, 一个特写的镜头,引发了众人的热议。 蔡天凤的母亲在女婿的怀中哭泣,蔡妇的存在感非常低。 很多人不理解,这位母亲为什么要在女婿的怀中哭泣,难道没有丈夫? 毕竟这是公共场合。 不过也有人觉得,蔡母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当, 女人在伤心的时候,哪里顾得上是谁的怀抱? 况且她们都失去了最爱的人。 女婿失去了妻子,蔡母失去了女儿,互相安慰一下,哪里不正常。 除此之外,更多的细节呈现在众人面前。 有人发现,蔡母穿着黑丝袜,着实让人费解。 要知道平日里,她是一个非常注重打扮的人, 作为蔡天凤的至亲至爱,这样的习惯是否可以被包容? 坦白来讲,遇到这样悲痛欲绝的事情, 多数人都会暂时忘记体面, 但是翻看蔡母个人社交平台, 有心的人可以发现, 自始至终她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 这样的姿态出现在女儿的遇害现场, 也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生活,公平。 蔡母和女婿两个人, 本身就是这件事情受到伤害最重的人, 还要被无端猜测, 无法想象心中是什么样的滋味。 除此之外, 还有人扒出了更加亲密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于蔡母的社交平台。 蔡母喜笑颜开, 和女婿抱在一起, 非常的亲密,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情侣一样。 这位女婿的手, 就放在丈母娘脖子以下的敏感位置, 这样真的合适。 各种脸颊的亲吻照, 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说的好听一点是认可, 不好听一点没有界限。 看到这里, 很多人觉得, 蔡母和女婿亲如母子, 这样并不算什么。 但是换句话来讲, 亲生母子也不会这个样子。 即便是放在西方文化中, 也是亲闻脸颊之后, 就紧忙放开了。 丈母娘和女婿这样的相处, 很难不让人无辅想翩翩。 自始至终, 蔡母的丈夫存在感非常低, 这样的一个镜头特写, 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着实让人想不明白, 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场合, 蔡父站在边缘的位置, 妻子伤心欲绝需要安慰, 女婿送上了一个肩膀和怀抱。 对于粉丝们的猜测, 舆论中出现了两种声音。 第一, 这个男人的家庭地位微不足道, 婚姻关系应该不是很融洽。 站在女人的角度来讲, 无论是谁, 遇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丈夫。 毕竟失去的是两个人的子女, 还是这样悲痛欲绝的方式。 但是蔡父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妻子安慰, 也许自身也承受着沉重的打击。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三个人的关系都透露着让人无法理解的姿态。 第二种声音, 这个家庭本就是复杂, 如果用正常的思维来看待, 任凭是谁都会觉得有哪里说不通。 就比如蔡天凤刚刚成年之后, 步入婚姻的殿堂, 嫁给了一个新鸡男, 青春最好的年华, 步入婚姻埋下了祸患。 在蔡家来看, 似乎这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换个角度而言, 蔡天凤这样的条件仇嫁吗? 不, 颜值和实力出众的她, 身边应该并不缺乏追求者。 婚姻大事上面, 蔡母和蔡府没有过多的干涉, 毫不夸张地来讲, 都没有认真地考量过。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原生家庭责任的缺失, 也是让人痛心疾首的存在。 我觉得, 蔡母和女婿两个人, 这样没有界限的接触, 也折射出了其他的问题。 试问, 哪个男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妻子 和女婿这样的亲密? 由此可见, 夫妻两个人的关系 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好。 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即便是拥有血缘, 也应该注意一个尺度。 父亲和女儿, 母亲和儿子, 基本上这样的关系, 长大之后就会尽可能地 避免肢体接触。 但是蔡母和女婿,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竟然这样在公共场合安慰, 这样的行为, 仅仅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 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 毕竟男女瘦瘦不轻, 还是这样的关系, 着实有些荒唐。 蔡天凤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个人后续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 真的是一个未知数。 蔡妇边缘位置, 女婿和丈母娘成为焦点, 真的是可悲可叹。 或许在一家人看来, 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代表着关系好, 但是在旁人的眼中, 似乎就不是这个味道。 俗话说, 无风不起浪,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无论什么时候, 都应该注意自身的体态和言行举止。 粉丝们也不要上纲上线, 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 让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理性。 看到有人说, 蔡天凤前夫伤害她, 是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其实, 人与人之间矛盾无从避免, 难道每个人有了矛盾, 都要伤害他人才解恨吗?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极端的, 蔡天凤前夫一家, 都是坐监犯科之流, 不需要替他们找任何推脱罪行的借口。 一直听说蔡天凤是富二代出身, 父母在内地做大生意, 并且资产过亿, 这是普通人努力几代也比不上的富有。 传言她本人也是几家公司董事, 至于是做什么生意, 无从考察。 蔡天凤生前是天王嫂的闺蜜, 之前郭天王取交七方圆, 就有传言说方圆是包装出来的, 专门受过培训, 接近有头有脸的人物, 争取有朝一日, 飞上枝头当凤凰。 至于真实如何只有, 他们自己知道了。 不过蔡天凤能够被香港媒体称为名媛, 相信有她自身优势, 但是蔡天凤二婚嫁的这个米线公司接班人, 也是名副其实的富豪。 假如蔡天凤真有什么不堪, 这个富二代也不会娶已经有过一次婚姻, 还生下两个孩子的蔡天凤。 相信蔡天凤如照片中的她美好, 心思单纯, 可爱善良。 如今蔡天凤相消欲允, 她的过去也随即成为历史, 只是她的妈妈午夜梦回, 不知道有没有悔恨过, 和两个女婿走得太近。